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們就準時開始 稍微介紹一下我們今天這場演講的講者 他是William William他很年輕啊 他偷偷跟我說他是應屆畢業生 所以他說等下可能講話會有點小緊張 那我們就是一樣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他今天要演講的主題就是當AI預算財經 然後利用Graph Neural Network分析財經市場 我們就話不多說就馬上邀請我們講者開始 聽得到嗎 OK 人有點多 我先問一下 有人那種早上九點起床 就會坐在電腦桌前然後開始看盤 可以幫我舉手一下 有沒有 真的有 好 那我問一下你來這邊是因為其他兩場演講都是英文的 可以舉個手 好 沒關係 人有點太多了 嚇到 好 大家好我是William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如果利用Graph Neural Network去分析財經市場 那先做個小小的自我介紹 我去年在加拿大讀書然後剛畢業 在University of Toronto就是頓多大學 然後我主修經濟 復修政治跟統計 然後還有focus in data analytics 然後從去年七月開始就是在TATTO 安任資料工程師這樣子 然後fun facts about me 我水瓶座外星人 然後星座大師 然後我從三歲開始學小禮琴 然後我的興趣是跳舞這樣 然後最厲害的就是我三天前剛退伍 所以我頭髮有點短 對好 那 因為我自己在做簡報之後發現我想要講的東西其實挺多的 然後如果有太雜的話就請大家見諒 然後我會見諒講的前嫌疑 那今天主要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時間序列的基本概念跟模型的選擇 然後再和大家聊聊就是Graph Neural Network的基本概念 然後最後再藉由Case Study 帶到如何就是做 處理資料然後接下來會進入模型的建構跟訓練 然後最後再給大家 showcase一下 對財經市場預測的結果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進入時間序列 那什麼是時間序列呢 那時間序列很簡單 就是它是隨著時間而變動的資料 那更簡單來說就是 EXO是時間的資料就可以是時間序列 比如說像下面這邊 它就是它可以是日可以是小時可以是秒這樣子 那根據時間序列的變化值跟變化 平均值跟變化量 我們可以分為平穩和不平穩的時間序列 那看到左邊這些紅線就是代表那個時間序列的 那個時間點的平均值 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 它的時間 它的平均值就是隨著時間往上升 或往下降的這種 就是叫不平穩的時間序列 那英文叫做non-stationary 然後再來就是看到第二個就是它的紅線是平的 但是它的變化量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就叫做一階平穩 然後就是first-order-stationary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它的 它的 各時間的平均值跟它的變化量都是一樣的話 它就是二階平穩 那基本上來說 我們要做這種時間序列分析的話 我們會一定要要求就是 一定要是至少要一階平穩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來談談為什麼財經市場會這麼難分析 那主要是有四個原因 那第一個就是 就是 每一個時間點的觀點性都很高 就比如說 一個季度會影響到下一個季度的股票 比如說 那這種狀況我們就會稱為autocorrelation 然後再來就是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沒辦法達到二階平穩 那再來就是市場的波動性很大 波動車裡 那市場的波動性很大的話 就是它的每個時間點的平均值又會不一樣 所以又沒辦法達到一階平穩 那我剛剛說要至少一階平穩 所以 好像完蛋了 報告是不是結束了 沒有 再來就是第三個就是 這種股票或者是財經的這種東西 就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 然後比如說就是可能上下游啊 或者是全球經濟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到第四個就是說 有很多這種黑天鵝的事件 就是我們完全無法預測 比如說像從2020年開始的這個疫情 或者是比如說2008年的次貸危機 這種都是我們沒辦法預測的事情 那其實 除了無法預測的事情 無法解決之外 其實剩下三個問題 我們都可以就是解決 那接下來就是進入模型的選擇 那所有的問題剛剛說都可以解決嘛 就除了那個無法預測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從feature跟模型 兩個方面去解決 那今天第一個重點 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今天要解決autocorrelation 就是時間相關性有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我只要取lag就可以了 什麼是lag呢 lag就是 現在跟上個週期的差 就比如說今天的股價 減到昨天的股價 像是下面這張圖 上面這個藍色的就是Google的股價 然後下面的就是Google的日變化量 日變化量 日變化量是什麼 就是我今天減昨天的股價 那大家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紅色的它的平均值 直接變成零 就直接變一階平穩了 魔術 變魔術 有沒有 然後再來 再來就是 再可以做一些normalization 然後就是可以讓你之後 在未進model的時候 model可以更容易的去 學習你的這個資料這樣子 那模型的選擇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先加成cnn 就是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然後股價本身就是一種圖像的展現 然後我們就是利用這一點 就是讓cnn去捕捉有人資訊 然後再去為給後面的lstm 那lstm我相信大家都很熟 因為之前還蠻夯的 那就是 這個就是為時間序列專門設計的模型 因為你時間序列 它可能一次要為進去 就是可能那種幾十年的資料 所以它會設有一個forget gate 就是它會去剔除那些不必要的資料 然後去避免這種gradient vanishing的這種狀況 那我這邊就不再贅述 那再來要解決就是外部環境的干擾的話呢 我們要去看一些世界金融環境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加入一些經濟指數跟變數 就比如說公債利率然後匯率這樣子 那這些都可以用fred去下載 有人知道fred的嗎 可以幫我舉手一下嗎 OK 基本上fred就是美聯儲的一個database 那它也是open source 所以很好用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 在模型選擇的話 就是今天我們講到的第二個大重點 是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我們要用graph neural network 去學習 就是每個變數之間的關係這樣子 好 那現在就進入GNN 那什麼是GNN呢 要了解GNN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什麼是graph 那graph這邊指的就是 一個表示每個datapoint的關係的 一個資料的表現方式 那其實因為它成長餘跟圖 就是連結在一起 因為我們講關係的時候 講關係圖關係圖關係圖 所以這個就會被 這種資料就會被成為是一個graph 那一個graph裡面的nodes 和edge 就是還蠻重要的 node的話就是那個datapoint 那edge就是指 datapoint跟datapoint之間的那個relationship 就是它的那個關係 就是edge 然後在每個時間序列裡面 然後這個graph就會一直被沿用到 不同的時間點裡面去 所以像現在比如說 我現在這邊有一張圖 然後這邊是台積電的股票 然後這邊是apple的股票 然後我現在用edge把這兩個點連在一起 那這個點 假設這個是 這個gt就是現在的這個graph 那這個點就是代表台積電今天的股票 然後這個就是指 這個是指台積電今天的股票的股價 然後這個就是指apple今天的股價 那再往加1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台積電明天的股價 跟apple明天的股價 然後這邊的話就會是apple昨天的股價 跟台積電昨天的股價 這樣大家有大概了解嗎 OK嗎 好 那 既然有很多的變種 那要了解變種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兩個重要的概念 一個是aggregation 然後一個是combination aggregation的話 就是 就是對那個土 就是我們要想一下我們要怎麼把那個圖位進model裡面去 我們就是要把那個圖變成一種資訊 那 aggregation的話就是 它會對那個圖取一個表示值 可能是平均值 可能是最大值 可能是最小值 然後combination的話 它就是利用那個edge去做加種這樣子 那 相信大家在 就是在看那個graph neural network的時候 就是會 我們會去算距離嘛 就可能說這個點到那個點的距離是多少 但是有時候我們不一定會算距離 因為我會用這個weight 就是我們去看說那個距離應該要多長這樣子 那這個距離的長短 如果它都是一樣的話 我們就叫做homogeneous weight 然後如果不一樣的話 就叫做heterogeneous weight 這樣子 OK嗎 好 那再來就是 它就開始分享一些變種 那第一個就是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 那這個的話 它會先 它是先做combination之後 然後去取max 它是取最大值這樣子 然後它是homogeneous weight 然後graph stage的話 就是它是取 它是直接 aggregation跟combination放在一起 它是直接取那個weight的mean 就是加全平均值 然後它也是homogeneous weight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graph attention network 它就是把那個attention放在weight上面 所以它就是一個 會自己學heterogeneous weight的一個network這樣子 然後它是取平均值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做neural network的話 你會選第一個 第二個還是第三個 選第一個的舉手 好 第二個的 第三個的 為什麼我會選第三個 因為它會自己學weight 對嗎 香嘛 很香 對 那其實 我們剛剛講的 convolutional network 它是用取最大值 可是因為這個 我們就可以直接 就是我們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我直接取 那個lack value 然後跟做那個normalization 我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其實 不太需要用到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graph stage的話 一樣是homogeneous weight by default 所以我就是 就是 我就不會想用它 所以我最後當然就是選 graph attention network這樣子 因為它有自己學那個 那個edge weight的那個機制在 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入 那個showcase的時候 那就是 我接下來就是會 用下面這些 大盤台積電 紅海 然後跟最近很紅的 偽創 然後美國那邊就是用 納斯達克指數 道雄指數 然後s&p500 然後 Apple Google Meta這些股票 然後去做一個showcase 就是我們回去 預測 預測未來十天的走勢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進入那個 data wrangling的部分 那先下package 那我們這邊用的GNN的框架 是Pytorch Geometric 然後下載方式的話 就是看前面這邊 然後 再來 比較重要的兩個套件的話 就是Yahoo Finance 跟剛剛講到的Fred這樣子 那Yahoo Finance就是 大家 有些人 就是早上看股票 都看那個嘛 Yahoo財經的那個股票 就是它有一個open source 就是可以直接從那邊下載就好 然後Fred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下載的那些經濟股票指數 然後 比較重要一點的是 Fred它是需要API的 你可以去sign up這樣子 是免費的 對 然後你的API就打在這邊 這個當然是假的啦 就是 對 你要自己去send一個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們要預測那個 我剛剛忘記講 我們要預測的是那個 closed price 就是那個收盤價 然後 然後 所以 這邊的話 用Yahoo Finance的話 我這邊剛剛是寫 說寫YF 所以就是YF.Download 然後這邊是寫那個 Ticker Number 就是它的那個代號 然後這邊就可以選 你要 多長 然後 跟你的 時間的 那個區間要是多少 這樣子 那最少它可以 就是到小時 然後 它下載下來 會是一個Data Frame 然後裡面就有它的 開盤價、收盤價跟成交量 那因為我們這邊 只是要用收盤價嘛 所以我這邊就 特別把它的收盤價給提出來 這樣子 然後就把 這些 所有全部都 並成一個 Data Frame 叫Stock 然後 再來就是 下載那些 經濟指數 那經濟指數的話 就是剛剛用 Fred 然後 然後放它的縮寫 那這個縮寫 要怎麼找 就是你進去 Fred的那個網站 然後找你想要下載 那個經濟指數 比如說這個是 美國公債的 10年的 Maturity Rate 然後 它就是 它的縮寫就會寫在 這個小框框裡面去 然後就把這小框框 丟到這裡 然後就會這樣 一個一個一個 然後它下載是一 series 所以就是 就是你要 再自己把它併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Data Frame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會把 剛剛我們下載的這些 這些指數 然後跟剛剛的那些 Stock 就是直接變成 就是兩張Data Frame 變在一起 然後變在一起之後 你要先 就是 你要先把那些 空人的那些 先補起來 因為就是可能會遇到 就是美國那邊 跟我們這邊的 那個假期 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定會有 就是可能台灣這邊 有在開市 但是美國那邊沒有開市 所以你要把那邊 的數字都補起來 然後 但是 唯一一個 就是兩邊都沒有開市的時候 就是假日 所以 假日就可以直接刪掉 沒關係 對 然後這邊就是從2013年開始 所以從2013年到2023年 就是總共有 大概十年的資料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要取那個LagValue 那你就直接用 那個Pandas的 那個Diff 就可以直接做到了 很快 然後 這個 MinMaxScaler 就是那個Normalization 就是把 所有的數字 就是 就是把它 Scalいた palavra 從0 到1 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這邊 數字都是0點幾 0點幾 然後這邊就是 這四個 就是台灣 台灣的 台灣的股市 然後 這邊是 美人的股市 然後這邊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那些指數 這樣子 然後 在 就是進行到 Graph News Network的地方 我們要先設一個 Edge Index 就是要把它的那個關係給建起來 然後我們剛剛說因為 GAT 它是一個 可以自己學 Edge 的一個 Framework 所以其實我其實只要把所有點都連起來就好 我不要在那邊想說 這個點有沒有跟那個點就是有關係 就不用 你就直接把它全部連起來就好 然後上面 要怎麼寫 Edge Index 就是你要寫成一個叫 Tensor 的東西 然後它會有兩個 Array 然後上面第一個 Array 就是它的 Source Note 然後下面就是 Target Note 所以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是代表 0 到 1 的這個關係 然後這是 1 到 0 的關係 那個關係其實是雙向的 就比如說上游會對下游有影響 但是下游其實對上游也會有影響 所以你要把這兩個雙向的關係給標示出來 然後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是 就是在做時間序列的時候 我們做 Train Test Split 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 就是像我們做那種 比如說推薦系統 你在測試的時候 你就是隨便選人 就是你做那個 Random Select 你就直接選嘛 沒辦法 因為時間序列的那個時間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一個一個推過去 那這邊提供大家兩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 Rolling Window 就是它的 Training 的 Time Span 是一樣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Expanding Window 就是你的 Training 的 Time Span 就一直加 一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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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 Rolling Window 是最好的 那 Expanding Window 會用在什麼時候 就可能譬如說你的時間的長度太短了 你必須要一直把它加大加大加大 這樣子對你來說是比較好的 對 然後再來講到 Feature 跟 Label 那我們就是用過去60天 去預測未來的10天 我們每一個時間點都會拿它過去60天的數字 然後去預測未來的10天 那為什麼會選60天 因為60天就是剛好三個月 然後三個月就是 這剛好是一個季度 我們就可以學到季度的變化這樣子 然後大家要記住就是因為 假日沒有開始 所以一個月只會有20天 所以三個月就是60天 那接下來就是進入那個建模的部分 那建模的話 PyTorch的建模方式是這樣寫 就是你要先寫一個Superclass 然後就是一個CNN LSTN GAT 就是你自己命名的這樣子 然後下面就是會寫說 這個Superclass它裡面會包含哪些layer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有寫convolutional 然後LSTN 然後跟GAT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的步驟是這樣子 我們先training data 位到CNN裡面去 去學重要資料 然後再去掉到LSTN 去學它的時間趨勢 最後再掉到GraphyMule Network裡面 然後透過這個Edge Index 然後去學股票跟股票之間的關係 然後最後做一個linear prediction 然後再算Loss 然後就做這個backward propagation 就一直做一直做 然後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邊就是寫forward 就是你的這個順序 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一個一個寫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training的部分 那這邊就是那個CNN的 你model就是設成CNN嘛 然後你feature多少 然後output多少 然後hidden channel是多少 就是你自己設這樣子 然後hidden channel 我這邊就設32個 然後 再來就是train train的話就是 比較重要的是這個train loss 你要寫一個.backward 因為我們要把那個loss 就是餵回去給model 它才可以用那個loss 去做那個就是backward propagation 然後再來就是test 所以test就沒有喔 test就是不能寫.backward 因為你不會用那個validation set的loss 去餵回給model 這樣就不準了 就沒有到 就沒有validation的那個purpose在 對 然後 對 然後 然後我們這邊是設100個app 這樣子 然後pytorch 它為data的方式 你就是要這樣把它包起來 用這個data 然後把它包起來 然後x跟y是多少 然後這是train data 然後這是test data 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就是 開始train嘛 就是loss是這個train 然後validation是這個test 這樣子 對 然後最後做一個resource showcase 那這邊跟大家介紹兩個指標 那第一個就是meen percentage error 就是它是一個 就是算那個百分比的指標這樣子 然後 就是我們會把所有百分比先取平均之後 就是把它換成 把所有的誤差換成百分比之後 然後再取平均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指標的話 就是 因為它在取平均之前沒有取絕對值 所以它誤差平均之後 會有那種正負底效的概念 的那個狀況在 所以這個主要是看就是 我們到底是總體高估還是低估這樣子 那我們通常會看第二個叫做ma map 應該是mee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我這邊寫翻 然後 就是它會先取絕對指標 然後 再取平均這樣子 那這樣就會變成是總體的誤差 然後也是我們比較想要知道的事情 好 那這邊就是先來看一下彩骨 然後這個是testing data result 那我們testing data 就是直接從2023年開始這樣測 那就是1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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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測 所以就是0到9 就是今天跟後面9天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灰色是每個testing date的那個誤差的百分比 然後把它平均之後 就會變成mpe就是紅色的線 然後mape的話就是藍色的線 對 那從灰線上都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5天之內 我們都可以把誤差大概控制在5%之內 是沒有問題的 除了那些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這種 那種灰線 就可能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我們剛剛講的那種 unexpected event 就是我們完全無法預測的事情這樣子 那 大盤就真的很漂亮 就是它全部都縮在 這個黑線是5% 所以上下5% 都在上下5%之內 其實很漂亮 然後在未來10天之內 也幾乎沒有超過上下10% 對 那偽創就是因為它是AI股 AI股它本來那個波動版就比較大 所以就是我們剛剛只有設100個APA 你就把那個APA再加大一點 就看它會不會就是學到更多東西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是美股的部分 然後就可以看到其實也是差不多 就是大盤都還滿漂亮的 就是這三個是大盤的 都在5%之內 然後Apple跟Google也是差不多 只是也是有差在那幾個灰色的線這樣子 然後從紅色的線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是總體是低估 但是其實也是在零附近 然後藍色的線的話 大盤都沒有超過5% 就是總體無差都沒有超過5% 然後Apple跟Google的話 就是也快超過5% 但是也是在5%之內這樣子 然後最後做一個比較 就是藍色的話就是我們只有套LSTM 然後橘色就是有CNN加LSTM 然後綠色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那個 就是有加入GN 最後再加入GAT 然後的這個模型 然後就是這邊是Training Data 左邊是Training Data 然後右邊是Testing Data 然後Training Data 就是從2023年到2022年 然後Testing Data就是2023年的這些資料 然後MPE 上面是MPE 然後下面是MAP 然後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真的差蠻多的 就是你看這個 這個套LSTM它的誤差就是 它的波動真的很大 然後可是我們套路 用CN 然後再套GAT的話 它總體的MPE 都可以到零附近 Training Data的部分 然後Testing Data的話 也很低了 然後MAPE的話 就是Training Data很低 然後Testing Data的話 就是在10%在上面一點點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把誤差 控制在上下5% 就是10%的這個部分 對 然後 但是 直到LSTM的話 就可能會到15% 就其實很高 對 那最後 帶大家做一點小小的總結 好 那我們一開始有講到說 時間序列的一些概念 那為什麼 時間序列就是 就是財經的這個部分 就是大部分我們看指數 或者是一些 股票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用時間序列去做 但是為什麼財經市場 我們會特別拿出來講 就是因為它太難預測了 然後就是有四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時間的關聯性 第二個就是波動性 第三個就是 外在的因素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無法預測的事情 那我們要怎麼去解決它呢 那首先就是 從那個 Feature Engineering的 這個角度 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取 Lock Value 然後再做一些 正規化的部分 然後模型的話 就是可以先套CNN 跟LSTM 就是兩個比較傳統 那個model 然後再加上今天 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GNN 對 然後就是 我們是用GAT 就是因為它是 有一個自學 那個 那個 Edge Weight的 這個 機制在這樣子 然後最後也 大家看到就是說 我們可以想辦法 把這個 誤差的控制在 就是 10%左右 也就是上下5%這樣子 好 然後 因為我覺得 我今天講的東西 真的蠻雜的 然後 也可能只是 碰到一些比較表面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 更深入去挖 發掘的話 這邊就推薦兩個 Source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 去年的 Pycon的 Kino Speaker 其實有在講 GNN的這件事情 然後他講的 非常的詳細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 再來就是 第二個 是一個 很有名很有名的 一個Paper 是從史丹佛大學出來的 然後就是在講 就是 GNN到底有多好用這樣子 對 然後最近 有很多就是 新的GNN變種出來的 就是大家 都可以再去看一下這樣子 那我今天的報告就 差不多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我們感謝 William精彩的演講 對 那因為 我們現在還有一點點時間 那我們就 直接先進 Q&A 那因為我剛才看那個 Slide上 感覺問題 不少 那我們可能就是先看 戰術最多的 然後 剩下如果還有很多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一樣是在 演講結束之後 到外面去跟講者直接討論這樣 嗯 好 那我們就 直接看 可以提供Fly嗎 可以吧 OK 會會後給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我再交 樓上開局 就要簡報 是什麼意思 沒關係我們第二題 就是一樣是簡報 好那我們就從第三題這樣 喔喔 好 好 前面FlyTransform 你做全局 你對全局做轉換 你這樣訓練資料 已經看到測試資料的分佈 嗯 但是我 我 就是我們 我是有切開的嘛 所以就是我 我這邊可能講的 沒有那麼的 清楚 就是我這邊可以跟大家講 大家再好好的 聊一下 就是我剛剛說我的 training data 是從2013年 0101到 2022年 12月31號 然後 這邊的話 我就是做這個 train test split 所以這其實是 train然後跟 validation split 就是 我前面的這個 training data 就是training data 然後 forecasting的這個就是 其實是testing data 對 validation的那個 set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 做這個的只有 就是從 2013年到 2022年 然後我再把這個 訓練的東西 再 在 這個模型再丟到 2023年的 那個 的資料 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沒有 重複到的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 的 的 問題嗎 OK嗎 好 下一個 有沒有曾經 用這個模型做到 供應鏈的關係 有 我之前 我其實一開始做的 沒有那麼簡單 我一開始做的就是 有做就是 做chips 然後跟那個 反正就是我 我也是有抓一些股票 然後就是有 針對特定的那個 產業去做這樣子 然後就是 就把他們的供應鏈 把它標出來 然後就是 就是 就是 沒有直接像我們剛剛那樣用 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是用 就是用 Graph Sage 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才發現 有GAT 這麼好用的東西 這樣 就 喔 到一個遠路 對 然後 再來 資料太少 二十年 其實 縮少也 不少 因為 為什麼要用到 二十年的 原因 是因為你用的是 LSTM 那LSTM 它就是要需要 一個很大筆的資料 去 看說到底 有沒有要踢哪些東西 這樣子 所以其實不用用到那麼長 如果你的model 用對的話 其實不用用到那麼長 對 怎麼樣避免overfitting 很難overfit 我只能跟你講 很難overfit 因為 就我剛剛講那些 那個 就是 就是那些 沒辦法預測的事情 真的太多了 所以真的很難overfit 對 然後 選用GN 主要原因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 就是我們要學習 股票跟股票之間的關係 然後去counter 那個就是 外部因素 這樣子 對 然後 NPE MAP 是否會選到 昨天重複的數值 不會 你就是切得好 就不會 對 是否考慮 漲跌方向性 有 就是你是可以加 好 30分鐘 我做一個回答 好 反正就是 你可以加更多的東西進去 漲跌性 然後剛剛說那個 這個Wi Finance 它其實還有 開盤價跟交易量 然後交易量其實蠻重要的 你在看signal的時候 都會看交易量 所以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feature 這樣子 對 好 差不多 OK 那我們再熱烈掌聲 感謝就是 威遠今天精彩的演講 謝謝 那我們今天這一場talker就到這邊結束 那會後如果還有問題 想要請教講者 一樣就是到 外面去討論 對 然後最後這邊 就是再提醒一下 就是今天 可能要請各位會眾 幫我們點選OPAS的APP裡面 有一個 Day2 Check-in的 快速通關的 要幫我們點這樣 好 感謝大家